大家好我們是第一組 那我們主要有做就是UR跟MM的加速器跟QSOL加速器 然後UR的話 就是他的flow是 有這三個元件 然後 然後 首先從URTV送一個W 過去 然後他就會跑到 從那個MPRCIO 第五個跑到UR.v 然後UR.v就會interrupt CPU 然後CPU就會 把那個W從0x300000讀過去 然後CPU就會再把那個W 從3000004寫過去UR.v 然後 再會藉由MPRCIO6寫到URTD 然後UR的話 主要就是在 藉由加FIFO來減少interrupt frequency 然後 URTX的話主要是從 主要是 就是 就是 從UR.v寫到MPRCIO6 然後 UR的RX是從MPRCIO5 讀 從TB送過來的 東西 然後 RX如果加FIFO的話 就是右邊這個RX加FIFO的話 他可以減少 interrupt frequency 他不用每次都去interrupt CPU 然後如果是TX加BUFF的話 就是 CPU不用等 一直等那個State 說他是 Empty的話他才可以 繼續寫 他就可以一次收買 然後 CPU就可以去跑 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事情 然後 所以 FIFO是用512去讓他只有一次interrupt 然後這個是 原本的simulation的話 他是 1.76秒 然後 跑在PINK上是2.07秒 這個是 WLOS 呃 這是跑URT的 這是原本的 還沒有加FIFO的 然後如果有加UR的RX的FIFO的話 1.76秒就變成1.17秒 然後跑在PINK上的話是1.28秒 然後如果在TX也加的話 就他的時間 並不會比較快 那 呃 跑在PINK上面也是一樣 那原因的話應該就是 因為他只有跑UR 他沒有跑 其他的 Workload 所以 所以不需要讓CPU 閒置下來可以跑其他的事情 所以 在TX沒有加BUFF其實是沒有影響 所以 只要去 減少interrupt frequency 就可以 達到 加速 對 你RX的FIFO是把所有配置都收下來 對 對 那 你是全部收完再送你 再送你 再送你其他送出去 這全部收完 再送你 你送你 你送到CPU嗎 送的 你送到CPU 你送到CPU 再給你拍照 再送你 再送你 那講說你TX沒BUFF的話 那我要是加了TX的FIFO 我以後 我以後 你應該怎麼辦 怎麼會 因為你去上RX就可以 我們來 對不對 对不对 那刚才你说 讲其他发文 嗯 大家了解了 我要插都松完 因为他其他没有发文 所以我要插 松完 所以其他才一开始松 那他又没有发文 你怎么把那个data送到其他去 这个机制 诶 有点挺胎的 那在干什么 那因为GX没有发送 一次喂一个开会长 那谁来喂 CPU 对吧 就是我们有时间说 那这样的话就是 你的RX跟GX就不会合不来 每张时间都在收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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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讲是RX有RX 那我RX跟RX就可以合不来 那直接应该被人干 但是我有时间说 如果他在Overland的时候 就是在 我刚刚有GPS端试起来 他的 速度会 就是如果有Overland 表情一下 他算近时会 就是 就是他 如果没有说 我们来讲就是 我有做过这个 这个版本 然后是 去做那个 然后确实是 如果 两边的版本 但是 他超级 现在这个版本 可以 我用TiTen 或者是 我用TiTen 其他拿牌 他也算是要上次 那 那其他上 我应该可以 等掉 方便 所以 后面的话 是 那个TiTiTi 那 那 那么 化容 我应该可以 上 這個可能是 你就不能等到RX都收完了才可以 如果假如有PX8回的話 就不能等到RX都收了 應該收了其實就要收到PX 對 我有試過這個方法 跟他通過路來講會比較好 他確實是會不收完 然後是手會不收 所以如果說會不收 他就會越收越收 越收到RX都收 他都說RX都收 但是那個方法是在那個方向 都說有在那裡 在那裡 這個線條也你可以 用來操作 這個線條也有 那個線條也有 我看到我們有 有在那裡 他也是 他們有走 他就是 你做拔手套 對 你做拔手套 如果我拍的在那邊把它 放成兩顆 所以把它做成兩顆 把它做成兩顆 所以把它做成兩顆 把它做成兩顆 等它 就是 拿那個東西來跑 就是拿到這個 所以 iPhone的技術 我覺得是比較有 裡面有東西 有 有 所以 沒問題的話 因為 對 對 所以 沒有東西 應該是會比較好 你會 身材的會 超人的會 看得出來 為什麼要做 大家身材 要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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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雖然這邊我們擺有錄影 但是 好像播不出來 那我直接講好了 好 接下來換我講一下關於 computing workload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 Wishbundu XI的這個 Protocol去把 三個就是我們包含 Matrix Multiplication FIR跟QuickStore 他是不是其實在播啊 好 好 沒關係 我們在中間做了這個Signal Switching的部分 就是 把 FIR MM跟QS 我們把它做在不同的 Address上面 那我在 Wishbundsignal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 呃 就是 在做那個 Address的Demax 然後 他這樣就可以分開 不會影響到 彼此之間的運作 好 然後 就像 然後他的 就像下面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現在 Wishbundsignal進來 我們會先經過 我們這個Signal Switching 然後去做 剛剛說的Demax 然後 再分配給三個不同的 Address以後 就分到我們接下來的那個 三個 獨立的加速器上面去做 那這樣 呃 好 你有三組Wishbunds嗎 呃 對 好 好 然後 一組Buds 然後下來以後再做Demax 嗯 就是 我是 用同一個Wishbunds 但是 送到這邊以後 然後再去做那個 Addresses Demax 好 然後 一開始是FIR的 那我們是用Lev4-2的Design 然後 呃 就是 當他在做完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那個 最後一個Y去存在 MBRJ的那個 31到24這個部分 然後 然後 最後是 MARK也會 就是存在那個 MBRJ的 16到23這裡 那 那 如果他下面的這個 軟體部分的話 就是 我們會去看 欸 這一個 就是我們會把它去 左移對應的B數 然後 就會 呃 呃 像這裡 FIR最後的結果 他是左移了24個B 然後 這個MBR0X5A 就是左移了16個B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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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Matrix Multiplication的部分 那 因為 就是Matrix Multiplication 在 在本質上來說 他跟MN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 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把 呃 MN的 這個 呃 對我們直接去用FIR的這個 硬體加速器 然後來做MN的 運算 那 但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稍微更改一下這個 分位 就是給資料的方式 好 那我們的方法是 我們就把 呃 就是 TypeRAM裡面 是放 我要乘的那個 Matrix 的 每一個Raw 那 我會分四個Raw 分別算進去 那像這裡 0123就是第一個Raw 接下來 Data的部分的話 我要 就是以 呃 四個不同的Column 的方式 然後 因為他是FIR 所以他要 反過來的再放進去 所以會是這樣 13951 也就是 那不論是Metrix A Data 是Metrix 呃 對 是這樣 好 那 這樣子來做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 呃 就是Y等於 就是第三個Y的時候 Y是0123的時候 它就會 輸出第一個 呃 第一個Raw的第一個 然後接下來 四五六七 然後 一個是Metrix 對 就是他會在 我去刪 然後接下來 每個四個Cycle 他就會輸出一個東西 然後我只要在這個時間去找 他就會 他就會拿到正確值 那如果我今天要算第二個Column的話 我就 去更改TypeRAM裡面的東西 就可以 然後接下來是QuickSort的部分 那QuickSort 我們就是直接把QuickSort 去把它寫進Hardware的加速器裡面 那 呃 它前面Data Incialization的部分 是跟FIR一樣的 就是我們在一開始就直接把它放進 呃 等一下後面可以講 那 呃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十個那個 那個 Data直接放進那個TypeArray的Array裡面 去做Initialization 好 那 最後我們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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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它是用一樣的硬體嘛 所以它就是跟FIR那邊是走一樣的Data 所以它就是跟FIR那邊是走一樣的Data 就是移動方式 好 所以你Message的A1 A跟B都是由CPU 直接Direct Address 寫到它可以移動的 對 對 所以我們的RigidMap 完全只有FIR那邊有CPU 對 我們做了另外一個 對 所以我們前面才要做不同的那個 好 然後 現在這個在哪裡 好 然後剛剛說QuickSort的部分 就是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去做Address Decoding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到最後10個排完的Data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到最後10個排完的Data 好 那接下來是Firmware的部分 那 一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去做那個 就是把這裡 這裡 我們就把資料全部 preload到那個MPRJ的RAM裡面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依序的去做QuickSort 然後FIR跟MAP 做完的時候 他又傳一個 就是這三個 我們就只傳最後的Output 去給TestBench 去跟他說我做完了 然後可以計時 然後最後也會傳一個那個 就是M Mark 一樣跟他說整個做完 然後去算那個Cycle的時間 然後這是一開始在那個Lab6的時候做出來的結果 我把它擋成一個Baseline 好 那我這裡可以看到就是MN需要花掉75993個Cycle 然後QuickSort是29817個Cycle 跟FIR是151302個Cycle 那TotalCycle數是258205個 然後這個結果是 呃 就是純軟體計算 然後沒有-O3的Optimization的結果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透過硬體加速之後的結果 那我可以看到說就是QuickSort 就是快 剩下489個Cycle 然後FIR是231個Cycle 還有MN是1020個Cycle 已經可以做完 那Overall的PotoCycle數也剩下3630個 有包括-O3 從Mami 過來 欸 從沒有 TabRAM沒有 對 這就是從那個 Data就前進 對 對 就是純計算的結果 沒有辦法停住它 好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兩個結果做出來整理 就是 可以看到說三個計算的過程 就都 呃 加速了大約 70 就是兩個74.5倍跟 60倍左右 那Overall也增加了大概70倍 那個是比較平費 有 那個 這個 有 啊 他 他 他 有嗎 其他兩個 那 他是用 的那個 嗯 對 嗯 谢谢